sdk sdk有sdk的规则 你就是要follow它的规则就對了 反正以後呢 無論你沒有用過class沒關係 你就看它要什麼 資料 它是Stream 你就給Stream 就對了 啊給什麼樣的Stream Action 你就去看一下那個 說明文件 官方的說明文件 裡面不是很多Action 你去找一下 比如說你要開啟網頁 裡面一定會有一個什麼 就是連結到某個網址 那一個Action 你就對了 當然要稍微找一下 另外的話呢 URI URI指的是什麼 URI在這裡 實際上指的就是 我們要把 字串包在URI裡面 那這個URI格式 有點像是 我剛剛講的 它一定是個key 一個value 那這個格式呢 基本上 它就是慣用這樣子 那你想說 那為什麼不改 可能一個字串要比較簡單 這個可能就是 設計者的一個 一個 它的一個想法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這個地方 要給它一個URI 那URI怎麼產生 特別重要 就是上面這一行 我們要先建立一個 URI的類別 一個物件 物件部分的名稱 我們叫URI 然後呢 後面呢 就給什麼URI 點 PASS 的一個方法 然後呢 把什麼呢 把後面的 我們的網址 把它打包 放在URI裡面 就這樣的動作 然後呢 最後intent new一個intent之後呢 給它一個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給的是一個 瀏覽網頁 所以在瀏覽網頁 有一個action 叫做action view 那當然 裡面的action很多啦 你可以打一個intent 點 點之後的話呢 裡面其實就會列出來 這麼多action 那其中的話呢 view 這個action view 是瀏覽網頁 那當然如果說 你現在打電話啦 或者什麼 這邊好多嘛 那有沒有發現action 這是buzzle有沒有 chart low 那每一個每一個 都有它的作用 像call就是打電話嘛 那camera button 有沒有 比如說你要呼叫camera button 雖然沒有講到啦 不過各位可以try一下 至於怎麼try 它裡面也有相關的說明 有沒有 告訴你要傳什麼東西 上面都有 OK 只是說你要把這個實作做出來 裡面都有相關的參考 延伸性很多 裡面我記得action 裡面大概有五十幾個吧 五十幾個action 那這五十幾個action 就是你可以利用intent 去幫你做什麼事情 但是呢 不是每一個都不需要設定manifest 有一些設定到什麼 硬體的控制的時候 那就危險了 你不能說你隨意app 隨便都可以啟動 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不打電話 甚至什麼呢 camer button camer button 按下那個camer button的動作啊 如果這樣的話 是不是就危險了 比如說你把你寫了一個app 然後裝在你女朋友 或者你的女性朋友的手機裡面 然後裡面會出發一個intent 也許你去偵測什麼樣的情境 然後如果什麼情境發生的時候 也許是前鏡頭或後鏡頭 然後怎麼樣對不對 你就觸發這個camer button 那之後的話呢 直接就做一個動作 就到你的信箱 或者到哪裡去的話 那這樣會很刺激的 所以這些動作的話 坦白的都是辦得到啦 只是說一般人 我們都是正向的思考 比較不會是負向的思考 不過如果是這個延伸性 如果你是真心業者的話 真心業對不對 你想要知道一些事情的話 其實也未必不是一個賣點 你說像我之前好像聽一個行情是什麼 真心業至少都是多少 十萬二十萬起跳吧 他就是幫你做那些事情 幫你去 像之前好像有一個榮種吧 就是太太是在那邊護理師 他就一直懷疑說 他太太是不是有 跟那個醫生有有染 結果他就找真心業 就是到那個檢查室那邊 裝了個針孔 果不其然就真的拍到了 所以他蠻厲害的 那也就是說當然 這裡面有太多的東西 比如說觸發camer button 觸發錄音功能 可以啊 錄下東西 或者是觸發什麼 GPS GPS可以怎麼樣 幫自動啟動軌跡紀錄 接收有沒有 他的location 你再把接收到location 畫出來 在Google地圖上面畫出來 就可以知道 甚至你可以一直開啟 或者是十秒鐘 或者是一分鐘幾分鐘 做一個什麼開啟動 做紀錄對不對 有一段時間自動 然後再把這個訊息 send出去的話 那不就是一個完整的 這個人的紀錄了 那不一定要紀錄別人 你可以紀錄你自己啊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功能需求 然後我們